我们曾经报导过国内的医学界 现在正面临重要科别五大接空 找不到医生的困境 不过长庚医院的外科医生 魏弗全始终坚守岗位 还不断地进行临床研究创新技术 让他获选为今年的中研院新科院士 而他也是中研院有史以来 第一位外科医师出身的院士 画面中是一位五岁小男孩 因为一场意外 让他十只手指头全部断指 幸好医师利用显微重建手术 将他五只脚趾头移植到手上 现在这位小男孩不仅可以写字 日常生活一切正常 而帮他动手术的 就是今年中研院的新科院士魏弗全 而他也正是中研院有史以来 第一位外科医师院士 准备要做一体移植 就所谓的换帘或者是换手 这种一体移植 就从甲的身上移植 到乙的身上的这种 我一直准备差不多八九年了 我希望说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完成 今年67岁的魏弗全毕业于高雄医学院 现任长庚大学医学院院长 他的专长是将脚趾头移植到断掉的手指上 使病患恢复手部功能 另外他还首创将小腿骨的骨皮瓣 移植到口腔癌病患缺损的部位 现在更积极研究一体组织移植 25年来 魏弗全已经完成两万三千多例 显微重建移植手术 像解剖学 甚至像力学 像细胞学 组织学都要 所以真正创新的外科手术 事实上是一种科学 魏弗全在2006年时还曾经获得世界整形手术创新奖 是亚洲唯一获奖的医师 虽然现在有很多医师转换跑道 投入医美领域 造成内外妇儿外科五大接空 不过魏弗全却对临床医学情有独钟 尤其这次获选为中原院院士 己身最高学术殿堂 这对士气低迷已久的外科医界来说是一大鼓励 记者赖淑徐吉封 新北市报道